越学越难 越学越难 言其先生到中文 我觉得说得越来越好了 言其先生到中文 我觉得说得越来越好了 他是越跑越快的 我是越跑越慢 越跑越累 他是越跑越快的 我是越跑越慢 越跑越累 篮球要打得好 就多打 越打越好的 篮球要打得好 就多打 越打越好的 这幅画越看越好看 这幅画越看越好看 多练练口语哦 说得越多越好 多练练口语哦 说得越多越好 文字越多 我越不想看 文字越多 我越不想看 天气越热 我越不想出去 天气越热 我越不想出去 中文越难 我越觉得有意思 中文越难 我越觉得有意思 李先生的车跟王先生的一样 李先生的车跟王先生的车一样 小李养的猫的品种和小民养的一样 小李养的猫的品种和小民养的一样 我的发型跟我喜欢的明星的发型一样 我的发型跟我喜欢的明星的发型一样 你的手机跟我的手机是一样的吗 你的手机跟我的手机是一样的吗 我要买跟你一样的衣服 我要买跟你一样的衣服 小民的爸爸跟我的爸爸一样胖 小民的爸爸跟我的爸爸一样胖 我妈妈的头发跟姐姐的头发一样长 我妈妈的头发跟姐姐的头发一样长 这家店的咖啡跟星巴克一样贵哦 这家店的咖啡跟星巴克一样贵哦 今天的天气跟冬天一样冷哦 今天的天气跟冬天一样冷哦 李老师跟孙老师一样严格 李老师跟孙老师一样严格 这冰淇淋跟哈根达斯一样好吃 这冰淇淋跟哈根达斯一样好吃 这件衣服跟那件一样好看 这件衣服跟那件衣服一样好看 他那边的方言跟我这边的方言不一样 他那边的方言跟我这边的方言不一样 你说的和我说的都不一样 你说的和我说的都不一样 他照片跟真人完全不一样 他照片跟真人完全不一样 我的发型跟我妹妹的发型不一样 我的发型跟我妹妹的发型不一样 我做的饭跟我妈做的饭不一样了 我做的饭跟我妈做的饭不一样啦 我觉得中文越学越难哦 但我觉得你的中文越来越好了 已经很好的 我的表达什么的跟中国人不一样吧 那个没关系 慢慢会学会的 我也希望会越来越好 你可以的 我觉得中文越学越难哦 但我觉得你的中文越来越好了 已经很好的 我的表达什么的跟中国人不一样吧 那个没关系 慢慢会学会的 我也希望会越来越好 你可以的 你有多高呢 一米九吧 这么高 你跟你爸爸一样高吗 我爸爸没有我高 一米八左右吧 那你跟你妈妈一样高吗 我妈妈差不多跟我爸爸一样高 一米八不到吧 你父母都很高 你父母都很高哦 你有多高呢 一米九吧 这么高 你跟你爸爸一样高吗 我爸爸没有我高 一米八左右吧 那你跟你妈妈一样高吗 我妈妈差不多跟我爸爸一样高 一米八不到吧 你父母都很高哦 山口老师的中文说的怎么样 他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啊 我没见过中文跟他一样好的外国人 他太厉害了 山口老师是你的中文老师吗 是的 他又幽默又温柔 学生们都喜欢他 看得出来你们都喜欢他呢 他教的也好 看你中文水平就知道 你这样说我会害羞的 山口老师的中文说的怎么样 他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啊 我没见过中文跟他一样好的外国人 他太厉害了 山口老师是你的中文老师吗 是的 他又幽默又温柔 学生们都喜欢他 看得出来你们都喜欢他呢 他教的也好 看你中文水平就知道 你这样说我会害羞的 我年纪大了就越吃越胖呢 我也一样 比之前更容易胖 吃的量没什么变 但是胖了不少呢 多运动好了 我每天吃完就去散步 我也从今天开始出去散步了 嗯 健康最重要 听说 你对爬山有兴趣 你爬过吗 我还没有 你爬过吗 我爬过一次 爬山也不简单哦 哪里比较困难 山越高 路越难走呢 温度也会低 越高越冷 氧气也会缺是不是 对的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锻炼 提前准备 听说 听说你对爬山有兴趣 你爬过吗 我还没有 你爬过吗 我爬过一次 爬山也不简单哦 哪里比较困难 山越高 路越难走呢 温度也会低 越高越冷 氧气也会缺是不是 对的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锻炼 提前准备 我家小狗今天早上 从凳子上跳下来 不小心骨折了 你有推荐的宠物医院吗 我家附近有一家宠物医院 那里的宋老师 比较有名哦 他是不是有抖音账号啊 我好像看到过 对的 他开始拍抖音之后 来找他的主人越来越多 现在基本上需要预约了 他的粉丝也跟网红一样多啊 是的 他现在很有名 我给你医院的电话号码 你先预约吧 我家小狗今天早上 从凳子上跳下来 不小心骨折了 你有推荐的宠物医院吗 我家附近有一家宠物医院 那里的宋老师比较有名哦 他是不是有抖音账号啊 我好像看到过 对的 他开始拍抖音之后 来找他的主人越来越多 现在基本上需要预约了 他的粉丝也跟网红一样多啊 是的 他现在很有名 我给你医院的电话号码 你先预约吧 你是吃不胖的那种吧 太羡慕你了 但我爸妈和亲戚都说 我要多吃一点 我要多吃一点呢 好烦哦 对 上一代的人都这么想 其实我吃的比你多 对不对 对的 你吃的好多啊 那我的身材怎么跟你不一样呢 不公平 我是要肉的 我想再胖一点 你是吃不胖的那种吧 太羡慕你了 但我爸妈和亲戚都说 我要多吃一点呢 好烦哦 对 上一代的人都这么想 其实我吃的比你多 对不对 对的 你吃的好多啊 那我的身材怎么跟你不一样呢 不公平 我是要肉的 我想再胖一点 这三天是高考的日子 是吗 怪不得最近大马路上安静了许多呢 因为高考的关系 所有考试地点周围都规定建筑工地的作业时间了呢 这是在制造安静的环境 让考生更好的复习 安静地参加考试了 听说 参加高考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是哦 对学生们来说 高考是个人生大事呢 这三天是高考的日子 是吗 怪不得最近大马路上安静了许多呢 因为高考的关系 所有考试地点周围都规定建筑工地的作业时间了呢 这是在制造安静的环境 让考生更好的复习 安静地参加考试了 听说 参加高考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是哦 对学生们来说 高考是个人生大事呢 大卫的词汇量比罗宾的词汇量多一些 大卫的词汇量比罗宾的词汇量多一些 我觉得数学作业比英语作业难多了 我觉得数学作业比英语作业难多了 这家的可乐是三块钱 那家打三块五 这家比那家便宜一点哦 这家的可乐是三块钱 那家打三块五 这家比那家便宜一点哦 这本书是三十二块钱 那本是八十四块钱 那本比这本贵得多 这本书是三十二块钱 这本书是三十二块钱 那本是八十四块钱 那本比这本贵得多 我没有小王那么高 我没有小王那么高 那只狗狗太胖了 跑得没那么快 那只狗狗太胖了 跑得没那么快 我的手机没有iPhone那么贵 我的手机没有iPhone那么贵 我做的饭 没有你做的这么好吃哦 我做的饭 没有你做的这么好吃哦 昨天没有这么冷吧 昨天没有这么冷吧 上周来的人没有今天这么多 上周来的人没有今天这么多 我今天九点才起床 我今天九点才起床 今天我来得早 七点半就到公司了 今天我来得早 今天我来得晚了 迟到了 九点才到公司 今天我来得晚了 迟到了 九点才到公司 你现在才来啊 太晚了 你现在才来啊 太晚了 你这么早就来了 你这么早就来了 我的感冒三天就好了 但是小李一星期才好 我的感冒三天就好了 但是小李一星期才好 我妈妈每天五点就回来 但是爸爸九点才回来 我妈妈每天五点就回来 但是爸爸九点才回来 小明家的猫猫好聪明哦 他会自己开门 那么聪明啊 你家也有猫猫吧 他会不会啊 我家猫咪没这么聪明 一直睡觉 猫都那样吧 你家的狗狗呢 会开门吗 我家狗狗也没有 小明家猫那么聪明呢 小明家的猫猫好聪明哦 他会自己开门 那么聪明啊 你家也有猫猫吧 他会不会啊 我家猫咪没这么聪明 一直睡觉 猫都那样吧 你家的狗狗呢 会开门吗 我家狗狗也没有 小明家猫那么聪明呢 你参加过中文考试是吧 嗯 我上个月刚参加了 听 说 读 写 都一样难吗 哪个容易 哪个难 我觉得阅读比较难一些 说也难 我也对说这部分没有自信 没有说中文的机会 不好练习呢 你参加过中文考试是吧 嗯 我上个月刚参加了 听 说 读 写 都一样难吗 哪个容易 哪个难 我觉得阅读比较难一些 说也难 我也对说这部分没有自信 没有说中文的机会 不好练习呢 你春节怎么回家 坐飞机吧 飞机比火车贵很多吧 但是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 坐火车五个小时才能到呢 坐飞机快多了 你是怎么回家的 我坐高铁回去 高铁站离我家很近 你的大学历史课的学生 多还是地理课的学生多 我们大学是历史课的多一些吧 历史课男女比例差不多吗 女生多 差不多3比7左右吧 这样啊 地理课男生多吧 是的 地理课差不多都是男生 你的大学历史课的学生多 还是地理课的学生多 我们大学是历史课的多一些吧 历史课男女比例差不多吗 女生多 差不多3比7左右吧 这样啊 地理课男生多吧 是的 地理课差不多都是男生 今年的洋梅比去年大一些 价格也比去年贵一点了 味道怎么样 味道也不错 算甜的 那我买点回去做洋梅酒吧 洋梅酒挺好的 你家有冰糖吧 冰糖没有 我买点回家好了 我家有 你拿点回去 好的 那我拿点 今年的洋梅比去年大一些 价格也比去年贵一点了 味道怎么样 味道也不错 算甜的 那我买点回去做洋梅酒吧 洋梅酒挺好的 你家有冰糖吧 冰糖没有 我买点回家好了 我家有 你拿点回去 好的 那我拿点 你迟到了 你看时间 已经十二点了 我睡过头了 课上完了吗 上完了呀 你吃饭时间了才来 来吃饭的是吧 小李呢 他也平时会迟到呢 他第一节课就在的 所以今天迟到的只有你一个 这样啊 我明天早点来 你迟到了 你看时间 我明天早点来 已经十二点了 我睡过头了 课上完了吗 上完了呀 你吃饭时间了才来 来吃饭的是吧 小李呢 小李呢 他也平时会迟到呢 他第一节课就在的 所以今天迟到的只有你一个 这样啊 我明天早点来 你昨天的作文写了多少字 五千 没那么多吧 两千多字 写了几个小时呢 一个小时左右吧 一个小时就写了两千字啊 很多吗 不多吧 你写了多少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写了两千字左右 也差不多吧 你昨天的作文写了多少字 五千 没那么多吧 两千多字 写了几个小时呢 一个小时左右吧 一个小时就写了两千字啊 很多吗 不多吧 你写了多少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写了两千字左右 也差不多吧 你家的孩子跟他差不多大吗 比他小一些 他才三岁呢 他是四岁多吧 三岁啊 那还没上学哦 嗯 过几个月就能上幼儿园了 上幼儿园了 你也会轻松一点 嗯 现在一直要看着他 没有自己时间 你家的孩子跟他差不多大吗 比他小一些 他才三岁呢 他是四岁多吧 三岁啊 那还没上学哦 嗯 过几个月就能上幼儿园了 上幼儿园了 你也会轻松一点 嗯 现在一直要看着他 没有自己时间 你把灯关了 把灯关了 请把灯关了 请把灯关了 门开着呢 把门关上 门开着呢 门开着呢 把门关上 空调开了 你把窗户关下 空调开了 你把窗户关下 你把垃圾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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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咪,你把房间收拾收拾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把手举起来 把枪放下 把窗户打开 把窗户打开 把电视音量调低 把电视音量调低 把手机关机 把手机关机 把手机静音 把手机静音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弟弟把冰激凌放回冰箱里 弟弟把冰激凌放回冰箱里 他把钥匙放到口袋里 他把钥匙放到口袋里 他把钥匙放在抽屉里 他把钥匙放在抽屉里 我把疗质上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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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照片放到钱包里了。 我把护照放在家里了。 他把花放到花瓶里了。 他把花放到花瓶里了。 他把鞋子放到鞋柜里了。 他把鞋子放到鞋柜里了。 他把手机放到包里了。 他把手机放到包里了。 我把钥匙给了我妈妈。 我把钥匙给我妈妈了。 我把报告交给了老板。 我把报告交给了老板。 我把礼物送给了我朋友。 我把礼物送给了我朋友。 你能不能把那个帅哥介绍给我啊? 你能不能把那个帅哥介绍给我啊? 你把你的简历发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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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的包拿给我吧? 你把我的包拿给我吧? 把我的包拿给我吧? 你可以把笔借给我吗? 你可以把笔借给我吗? 我可以把你的微信号告诉小王吗 我可以把你的微信号告诉小王吗 我没见过护照 你把护照给我看看呗 我没见过护照 你把护照给我看看呗 我把作业做完了 我把作业做完了 我还没把作业做完 我还没把作业做完 小明觉得要把他的车卖掉了 小明觉得要把他的车卖掉了 小狗把水喝完了 小狗把水喝完了 我妈妈把饭做好了 我妈妈把饭做好了 我姐姐把衣服洗干净了 我姐姐把衣服洗干净了 小明把他女朋友带过来了 小明把他女朋友带过来了 他把护照拿出来了 他把护照拿出来了 差不多要出发了 快把行李准备好 差不多要出发了 快把行李准备好 同学们把作文写好了 同学们把作文写好了 帮我把冰箱里的啤酒拿出来吧 帮我把冰箱里的啤酒拿出来吧 妈妈把饭做好了 你帮我把菜拿过去 好的 我先把桌子擦一下 我先把汤拿过去 小心哦 爸爸是不是要喝啤酒啊 对 拿过来好了 杯子呢 杯子已经拿过来了 妈妈把饭做好了 你帮我把菜拿过去 好的 我先把桌子擦一下 我先把汤拿过去 小心哦 爸爸是不是要喝啤酒啊 对 拿过来好了 杯子呢 杯子已经拿过来了 回家之前 别忘记把空调关了哦 门也要锁好 好的 我不会忘记的 放心 昨天谁忘记关空调呢 昨天谁忘记关空调呢 今天我不会忘记 或者现在关了吧 你不热吗 我也差不多要走了 好 那我关了哦 回家之前 别忘记把空调关了哦 门也要锁好 好的 我不会忘记的 放心 昨天谁忘记关空调呢 今天我不会忘记 或者现在关了吧 你不热吗 我也差不多要走了 好 那我关了哦 别把电视关掉了 我在看呢 说什么呀 你刚才在打呼噜呢 有吗 梦里也在看电视啊 你去床上睡吧 是不是太累啊 嗯 最近没睡好 你先去睡吧 好 那我睡了 那我睡了 别把电视关掉了 我在看呢 说什么呀 你刚才在打呼噜呢 有吗 梦里也在看电视啊 你去床上睡吧 是不是太累啊 嗯 最近没睡好 你先去睡吧 好 那我睡了 好 你带护照了吗 啊 我把护照忘在家里了 忘记拿了 怎么办 没有护照 怎么办签证呢 是哦 我回去拿吧 来不及的 会关门的 那改天再来吧 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你带护照了吗 啊 我把护照忘在家里了 忘记拿了 怎么办 没有护照 要怎么办签证呢 是哦 我回去拿吧 来不及的 会关门的 那改天再来吧 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你把钥匙放哪里了 我找不到 放在抽屉里了 你看看 哦 有了 今天我开车吧 把钥匙给我 No 家里的钥匙也不见了 我找找 我记得昨天你把钥匙放在包里 看看你包 啊 有了 你记忆力真不错 你把钥匙放哪里了 你把钥匙放哪里了 我找不到 放在抽屉里了 你看看 哦 有了 今天我开车吧 把钥匙给我 No 家里的钥匙也不见了 我找找 我记得昨天你把钥匙放在包里 看看你包 啊 有了 你记忆力真不错 我买了西瓜要不要吃 哇 好啊好啊 吃 那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吧 要切一下吗 嗯 刀在右边挂着 切半个够了吧 我们两个人 嗯 半个好了 那我把另外半个放回冰箱哦 我买了西瓜要不要吃 哇 好啊好啊 吃 那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吧 要切一下吗 嗯 刀在右边挂着 切半个够了吧 我们两个人 嗯 半个好了 那我把另外半个放回冰箱哦 你报告写好了吗 嗯 差不多了 那把文件发我吧 PDF形式发我 好的 微信上发你还是发到你邮箱 发到我邮箱吧 还有昨天来的客户信息也发我 一起发我好了 嗯 我发你了 你确认一下 好 收到 你报告写好了吗 嗯 差不多了 那把文件发我吧 PDF形式发我 好的 微信上发你还是发到你邮箱 发到我邮箱吧 还有昨天来的客户信息也发我吧 一起发我好了 嗯 我发你了 你确认一下 好 收到 你在看电视剧啊 这个是去年的吧 今年新出来的不看吗 很想看新的 不过先想把这部看完 我也是 开始看了就要看完 你也一样哦 是哦 不好看也会看 我觉得自己有点浪费时间 能理解 算是完美主意吗 不是吧 完全不完美 你在看电视剧啊 这个是去年的吧 今年新出来的不看吗 很想看新的 不过先想把这部看完 看完 我也是 开始看了就要看完 你也一样哦 是哦 不好看也会看 我觉得自己有点浪费时间 能理解 算是完美主意吗 不是吧 完全不完美 完全不完美 不过先看完美主意吗 不过先看完美主意吗